今天第十九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以文润河北寄望未来为主题的河北展馆精彩亮相 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河北文化高质量发展成果 走进河北展区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头顶上方的美丽河北巨幅裸眼三地 我们选择了美丽河北慢直播中具有代表性的场景 比如白洋店青头前压 雄安新区高铁站 张北草原天路等场景 来展现美丽河北的生态和人文景观 本届文博会河北展馆站地546平方米 主造型以渤海湾为灵感 整个展区分为续听 这么近那么美 智慧融眉 澎湃动能 匠心传承五大板块 共展出1000多件优秀作品 通过罗眼3D X2 VR等高科技手段 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河北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 本次文博会呢 我们的技术手段实现了唤新升级 就拿这个瓷系展示来说 今年呢 我们用电光玻璃触摸感应屏的方式 通过文字 图片 视频 可以一览千年看到这个瓷系背后 丰厚的历史文脉和文化底蕴 智慧融眉板块聚焦河北文化产业新业态 这样的一个慢直播节目 那么这个节目呢 覆盖了咱全河北省 242个这样的直播点位 包含了202个景区 这么近那么没板块 通过国慢风格登带多角度展现 河北五大文化旅游带 澎湃动能板块 即两家重点文化产业园区 五家龙头文化企业 100项重点文化产业招商项目于一体 展现河北全面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最新成果 匠心传承板块 则将全省1000多件展品中 临选出的241件作品 按照长城 大运河等文脉思路 系统梳理 创点呈现 全面呈现河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今年 河北展馆还继续设置了文博会线上展厅 通过VR虚拟现实技术 将每一项展示 每一项展品 从线下搬到云端 带给观众崭新的参展观展体验 据了解 本届文博会将持续到11号